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我所认识的一位弟兄 有一次被邀请出外不到几个月 那时候他所钟爱的妻子健康欠家 就在他出发那一天 有一位朋友托我带给他一封别钱的信函 当我将到他家的时候 他刚刚出门 可是没有看见我 他往外 走了一小段路就停了下来 稍稍犹豫之后 他开始返回家门 我发觉他有一些挣扎 我没有等他 就从另外一条路往河边的轮渡去 不久 当他抵达渡轮的时候 我把那封信交给他说 愿主祝福你 他的回应显得十分的宁静 几个月之后 他从外面做工回来 我把当日看见他离家的情景 在彼此交谈中 稍稍提到 当时 他坦然承认说 是的 当我站在路旁 犹疑不决的时候 我觉得 在缺乏照顾和金钱的环境下 我不能离开妻子和孩子们 但是 当我举步折返的时候 主的话就临到我 手扶着梨向后看的 不配精神的果 因此 我再转步 只往轮渡去了 主啊 是的 擦着眼泪 扶离 往前走 这就是 你在地上的道路 也是真正 带进天国祝福的路径 求圣灵来开启我们 引导我们 我们 感谢你 祷告 奉祝耶稣 基督的声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